欢迎欢迎小伙伴 欢迎Simon 欢迎Joy 欢迎大家 很高兴我们现在每周二在空中不见不散 欢迎欢迎大家 看一下有没有背景欢迎大家 谢谢Simon 谢谢谢谢 在这样的一个其实工作的时间大家能够如约而来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这也是对家园的热爱还要对大家青涩组织的一个兴趣 大家晚上好 谢谢 谢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个音乐 欢迎高军 哦有听到 因为我自己听不见 欢迎天空 好多小伙伴 余希 花儿 想起 教师培训 有好多我们熟悉的小伙伴们 大家都来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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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关于青涩组织的话 接下来呢 就是在每周二晚上的八点都会持续的有一个直播 然后呢 希望小伙伴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多来跟我们交流和互动 对 因为青涩组织也是未来的一个硬化型的组织 我想大家对这个组织的一个形式应该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青涩家园能够践行起来 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像榜样一样 嗯 其实在呃 身边的话跟一些朋友在聊这个青涩组织 很多人对他还是有很多内涵的一些理解 还不够到位或者说还是有些摸糊 还有在进行方面也是比较呃 没有方向会比较困惑 那么我们也是刚好在这个一个特殊的时刻 其实也是非常的巧 一切就好像安排好 刚好去年呃跟博萱有很多的一些交流和研讨之后 呃刚好博萱也已经当王兵 然后呢呃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呃小伙伴 一起来去把这个事情推推起来 当然之前像Simon啊还有我们心里家园的很多呃 连来的一些和伙伴也都一直在默默的支持 嗯 非常感谢大家 嗯 大家如果呃在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 如果感觉有什么就是 呃有连麦 如果感觉有什么呃想要发言啊交流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连麦和互动 我先来啦 来 嗨 嗨 哎 好像没有声音了 我 我 好像没有听到声音 现在有 听到一点点 我刚有给 好的 那我们我们八点就准时开始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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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我们每周二晚上 呃相聚在空中 在对面 更加的亲切 那呃 博轩他是在台湾 然后呢我是在福建 虽然说嗯 我们没有在线下 但是那份情感我觉得一直延续在这个空间上 那我们利用每周二的时间呢 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些深度的交流和研讨 另外我们也把这个青色组织的一些理念更好的推广啊 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进行起来 因为青色组织跟其他的组织不不大相同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生态的东西 它不是就是很固着的一些流程和方法 它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十个人会践行出十个青色组织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是从这一周开始 会延续一个主题 那么那个主题主要是根据那个青色组织的那个作者 他有一个沿途洞见的视频 然后有一个连续性 那么我们今天开启我们的第一次 就是关于这是一趟个人的旅程 啊 现在没有声音是吗 现在有了吗 有 现在有 好的 今天我们开启的探讨是 这是一个人的亲 一个人的旅程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会觉得有一些好奇 如果觉得有什么不理解 或者说好奇 都可以直接来 在我们的聊天区跟我们说 嗯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利用这样的一个八点的时光 很有可能有的还在吃晚餐 在回家的路上啊 感谢大家一起来互动 嗯 那博轩 呃 就是对于沿途洞见 这个系列的视频呢 你自己是有全部都已经学习过了 那你自己是有一些什么感思 对 是的 是的 呃 我觉得我的感 呃感受就是其实 青色组织他 他不是简简单单 就像是说 欸就是一个组织的变化 他是需要就是 各个方面去配合的 就是 像那个老板啊 就是所谓的原创点 他他要如何去营造出这个环境 让大家真的去 能去 呃去放下自己的分段 或者是让大家都能 保持一个安全的空间去 在这个场域里面 一起合作 一起工作 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那个 带头者一定要去 创出这个这个氛围才行 然后还有 各种啊 像是什么 沟通的方式啊 非暴力沟通啊 然后一些 一些 呃 选举的方式 一些决策的方式啊 都都会变得不太一样 刚开始一定会变得 一定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其实为什么说 这是一趟个人的旅程 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企业 大多都是老板文化 呃 有一些呃 中小型的公司 呃 甚至可能上升到 更大一点类型的公司 也大多都是老板文化 也就是老板说了算 那这个青涩组织 其实在去年我们的一些 小伙伴在进行的过程中 就感觉到会有一些困难 原因就是说 如果当你所在的组织 它的最上层呢 没有这个意识 甚至他对这个青涩组织的内核 并没有非常的清晰的话 其实确实是呃 由下往上推 是难度有些大的 所以呢 这个更多的应该呃 如果说作为老板 作为呃 高层 他有这个意向 能够从上往下推 那么做起来就是非常的呃 呃 会会比较顺手一些 而且推动的会更快 就好像咱们 心灵家园 呃 麦克老师 他自己本身呃 呃 作为创始人 他自己就是一直在 践行这一块 呃 那么为什么说 这是一趟个人的旅程呢 呃 呃 我们要怎么来深度的理解呢 博轩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看 为什么他是一个深度的旅程 因为作为老板的话 其实他很多的那个权力啊 可以让他嗯 相对来讲叫做加引号的呃 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以前都会说呃 看老板心情 比方说老板他今天心情好 哎 可能就请大家去呃 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能他自己有一些心情不好 他很多方面他又做出很多其他的调整 所以真的是很浓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旅程 他针对的这个老板的对象 那主要是有哪一些内 呃内核呢 为什么是 他难道不是带的组织吗 怎么为什么说是他一个人的一个旅途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嗯 嗯 我觉得首先 重点是 你个人的心 就是老 身为老板的心态面要转变的非常多 你要 如果你要达到达到出一个青色组织的话 你本身你的 恐 你的一些小我一定要放掉 一些恐惧感你要放掉 比如说 我可能 我可能在一般的组织 我可以去掌控说 我想要干嘛就干嘛 但是 今天变成青色组织 如果大家都是人人平等 已经没有阶级之分的话 那你就要真的很信任你的员工 能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光这一点就 就是很多老板可能会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他可能会发现 诶 这件事情明明不应该这样做的 但是在青色组织 其实我好像 没办法 没办法直接说破 没办法直接插手去阻挠这件事情 而是看他们一直不断的跌倒成长 我觉得光这一点就是一个 非常需要自我调试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文化啊 一些信任文化 为什么他们会很急于求成的说 为什么大家员工还是不信任彼此 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能是去 像自媒体啊 你要自己去 让员工看到你的自我成长 有一位 跟我们连麦 不知道 他有 有触发礼评 对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交流和分享的 非常 其实非常鼓励 有什么想法 我们就即时来交流 因为我们是需要在很多的一些方面 来进行一些同频共振 我们不是在讲课 是一言堂 对 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踊跃的接通和连麦 是的 所以让帅哥继续讲完他的话 我们听蓝他说的 对 就是其实也差不多该讲完 就是 我觉得他需要有点耐心的 就是让看到这个场域慢慢的变化 而不是说 压苗助长的感觉说 我就是要让你们信任 但是你们可能都不信任 所以就是 第一你要有耐心 然后第二 第二你还要有 就是可能 所谓的 因为老板嘛 通常就一个人堵大 可是这时候 新的组织的老板可能都需要一个顾问 那顾问会马上提醒他说 你现在做的方式又回到老样子 就是你变成一个变成一个虚心求教的概念 你就 你的心态转变就非常的大 差不多是这样 嗯 讲完了 帅哥讲完了 那我说两句 嗯 就是 嗯 我理解到的 这个 新的组织和以前的老板文化 其实 以前的老板文化 他自身老板会很 会很累 会很累 因为所有的点子 所有的 呃 步骤 所有的工作进展到的程度 人员的分配 他自己都要去 衡量 他自己都要去 心里有数 甚至成本 或者是各个每一个环节 他自己都是 他自己都是 总之他要付出很多心力 去维持这个组织 或者是维持这一个 整体的运作 就所有的东西 都需要我们付出 力量去维持的嘛 你的每一段关系 你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任何东西 都需要你去 都需要你的心力去 去做这件事情的 如果你 不去做的话 他 不搭理他的话 他可能慢慢的就 远离你了 就走了 然后 新色组织 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老板是可以是放送的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放送的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放送的 然后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老板自身需要修得很好 然后 但是说 也不是说老板修得很好 他就不需要再修了 他已经到了 零点了 我认为每一个人 都还是有自己的人生功课的 他并不是完美的 他如果是完美的 他就没必要来这一趟了 也没必要做任何事情了 嗯 然后 他可以 他就是 习惯全力都握在手中 他其实很难释放 但是 他很难释放的原因 其实还是有恐惧 因为习惯就是说 以他为中心 甚至都围绕着他 真的 其实很多老板 还是有这种心态 对 对的 其实这样子很累的 因为我也试过 因为老板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就是把所有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要观察到 他要细致的去观察 他要每一件事情 他要去度量 他要去衡量 他要让这个组织要活下去 他得找出路 每天不停的绞尽脑汁的去 找到生存的方法 然后他还要担心自己的员工 是不是服自己 是不是给干了 是不是天天摸鱼 是不是干了其他事情呢 李平宜真的是说的特别到位 其实他不去做这个变革的话 这个给他带来的那个副作用 真的也不亚于 干脆他还是可以去走上这种青涩之旅 对自己真诚 然后对自己去信任 对 确实是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老板 你知道吧 他碰到员工的时候 今天比如说 员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心情很糟糕 然后就对他不高兴的话 然后他就他会 他自己也会多想啊 他会觉得说 是不是不服我呀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合适啊 怎么怎么样子 他自己也会把自己给搞进去 搞得自己身心俱疲 然后在青涩组织里头 然后在一个他自己的老板的发心 或者是老板的一个心态是很放松的 他他自己对他自己是一个很放松很有爱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 每一个人都做自己青涩组织 对 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他放松了 当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反而能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而这个更多的可能性是他绞尽脑汁 想到死他也想不出来的 非常地丰盛丰富 就是当你敢松手的那一刻 好像很多奇迹都会发生 对 如果你不松手的话 有可能其实你已经在被整个社会和潮流 可能慢慢都会淘汰 因为你们会 包括其实我们都会发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生代 就非常地想要有能够活出自己的天赋 活出自己的那个本色 所以说像以前那种管理方式 真的会反而会压制他们内在的这种态华 对 对的 因为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限制的 其实你知道的再多 其实你已经知道的很多很多了 就算是你知道了所有的什么高维 所有的更上一层次 再上上一层次的东西 所有的你都知道了 但是你还是被限制的 你永远有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你如果固守着抓着 不是一个放松的氛围 那你就永远只能看到你 你所知道的东西 你永远也创造不出更多的可能性来 你也永远创造不出更多的丰盛和更多的爱来 那我想问李萍 你现在已经有在践行起来了吗 或者说你刚刚也有说你也是老板 也做过老板 没有我就是体验过 我就是体验过 我就是在体验说是我自己到底要什么 然后我就会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 然后试一下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然后试过了之后 我发现不是我要的 试完之后觉得不是你要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探讨 作为一个老板想要踏上的话 他其实内核真的是一个个人的旅程 就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也是不是非常建议 因为你会一下子被躺回去 对 你是说什么谈回去呢 是可能有的他会觉得 这个很容易 因为那个作者他有谈到 有一些CEO 但他有决定要走上这个青涩之旅的话 是有几个月 甚至六个月的时间 一直来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身边的也有一些人 会作为他的镜子等等 会不断的去帮他反馈说 你是否真的 因为你很多的恐惧 你要信任别人 包括有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一些原因 变得不再是你 然后你身边会有人来提醒你 你已经不是原来你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他就不一定坚持住 就像你讲 你刚刚有讲说 其实你践行 但是你发现不是适合你的路 说明这条路 不是 我还是 不是 我只是说 传统的那种路不是我要的路 传统的那个老板的角色 不是我要的角色 但是不是说是本身老板这个角色 不是我要的 我只是说传统的老板不是我要的 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样 太棒了 那非常的为你点赞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勇气 有这样的一个践行的话 我觉得真的会成为一个非常鲜活的版本 因为青色组织 它本来就是非常多版本 它固定 就十个人他有十个方法来践行青色组织 以后的他在青色组织 进行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 橙色啊 会有一些绿色啊 会有一些红色啊 这不一定都会夹杂在其中 那也有一些人 一些我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 来践行青色组织 那也有一些青色组织 由于这个创始人 他有西方的一些背景 他就会有西方的一些背景 来融入这个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像万花筒一样 那你现在已经 践行了有几个月 因为在那个作者里面 他说他有践行了 有一些西方 已经践行了三四年 然后他们觉得自己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自己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 就是走上这条路 和没走上这条路 自己的一些内在变化 有的 内在变化是巨大的 然后你所说的 就是说周围的人 会给你一些提醒 说你变了 或者怎么样子的 然后你在犹豫不决 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然后说还是走原来的路呢 怎么样子的 都会出现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当你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总有一些旧有的关系 旧有的人 旧有的事件 就会出来告诉你说 哎你变了 哎你不一样了 怎么这样子了呢 或者是说 怎么样子 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 对 然后 当你说到说是 就是 有你旧有的人出来 旧有的同事 或者是旧有的朋友 出来劝你的说 哎你要小心了 你这样子做要 不一样了 你这样子做 不知道 会走到哪里去哦 你这样子 这么放松的走下去 可能会出问题哦 不安全呢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那你就要去 我就会再回来反思自己 我到底要什么 然后 我这两天 刚刚想通一个问题 就是 我满足不了别人的期待 尤其是我满足不了 所有人的期待 我也不需要把所有人的期待 都背在我身上 哇太棒了 我只需要决定说是 我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就可以了 嗯 太太赞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是啊 其实你把你的角色做好了 你就是 也是争议别人争议 太赞了 哈哈哈 真的 为你的这个旅程 点赞 那现在下来 已经有没有一年了 还是几年 嗯 我一直都在改变呢 哈哈哈 然后 对 一直都在路上 然后每次改变都会有波动 然后都会 都会有说 到底是这一条路呢 这一条熟悉的路呢 还是走一条不熟悉的路呢 那一条路呢 也不知道它弯弯绕绕的 会拐到哪里去啊 它会经过什么 九曲十八弯 它会 它会怎么样子 它会出现什么人 它会走到什么地方去 你也 会不会再走到这条路上 走到 生存不下去啊 哈哈哈 怎么样子的 都会遇到的 然后 呃 然后 如果遇到的 如果遇到了 还是要再回来 要 找到那份 内心的那份坚定 就是 如果遇到 我们 啊 由我们一起 这个 抱 小手架 哈哈哈 对 我们 刚刚我也看老师来了 我爱心 谢谢老师 因为 最大的一个践行者 这也是老师的一趟 我们的老师 也一直在 践行啊 所以我们都在路上 大家都可以互相的交流你的方法 或者说 当你没有这个动力 或者当你 哎 哎 我们其实都在 嗯 嗯 这个能量都可以传递的 嗯 哈哈哈 所以说如果 啊 你接下来再进行的过程 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更多 懂啊 因为我们 也 也 也一直在这条路上 哈哈哈 对 我想说的就是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被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啊 所限制 就是啊 嗯 你做出来的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决定啊 所有的 说的所有的话 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基于你看到的 而你看不到的还有很多很多 然后 然后如果你只基于自己啊 所看到的 基于自己脑袋里头的那一一条思维线 或者是两三条思维线 那你就错过了更多 那你就再把 那么多的美好 或者是那么多的丰盛 那么多的可能性啊 那么多的有趣啊 和那么多的轻松自在 都拒之门外了 是的 是的 对 非常 李平非常 真的进行出来 你表达出来的感受 就非常的真实啊 这个跟我们往那种 路平坦的路 可能不是那么顺畅 吓死 我觉得你觉得呢 哈哈 做一部分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李平就很快乐 很开心 然后 也不断去 他都不断去改变自己 然后找到自己真的想要的样子 然后 就一直在成长的感觉 反正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快乐 一定要先快乐 就是做件事你是 我真的很想要做 然后我真的很快乐 我真的很快去改变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样子就 就 就是已经很棒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李平你在这个快乐过程中 你说生存吗 那你会是 如果真的是遇到生存问题 然后跟你现在想要的东西有点冲突 你会怎么去平衡呢 呃 你是说 生存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啊 对对对 冲突的时候 就是啊 他们其实不冲突 哦 是你脑袋里头冲突了 是你脑袋里头冲突了 他们本身不冲突 嗯 冲突也是个假象 嗯 破换 破换 嗯 破换 就是说一定要放松 因为 我们知道 我们的大脑有自己的一套认知 我们的身体也有自己的一套认知啊 他们会比你本身 你自己的这个心智 你现在所思考的 你的那个担心和恐惧 他们会更希望活下去 嗯 所以你自己并不是你自己 简简单单的那一个担心在存在 你还有很多的存在 嗯 他们都在帮助你 嗯 好棒啊 你这个感受是走过来的感受 还是一开始就能有感受啊 我啊 对 当自己什么 因为这一趟旅程你会觉得 嗯 什么东西其实你都要放下 对 然后 其实对很多人真的来讲是有难度的 当别人都是仰望着你 啊 然后什么事情都希望你帮决策 啊 等你签字啊 是希望听到你的建议 然后呢 一看到你来大家都非常的尊重你 甚至给你 就这些他自带来的这些人设 对很多来讲真的非常难放弃 对 然后 刚刚李婷觉得 哈哈哈 对 所以小伙伴们要勇敢哦 哈哈哈 对 嗯 我们的那个聊天 他说他就是要开心 对对对 还有刚刚我又看到有个小伙伴 也有要连麦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再重新连 嗯 嗯 太感谢李婷了 哈哈 欢迎 后面你有一些什么感思的话 可以 其他在路上的小伙伴 更多的力量 嗯 嗯 因为我听到有些老板还是比较悲观的 他直接一听到这个就直接放弃的 嗯 他说这个老板文化 嗯 对我来讲 嗯 没有什么好 就意思就是他 他联想都不想去想 虽然他只 他只把他当作乌托邦 就是精神上的不能实现的 对完全放弃的 就看老板的那个视角 到底是为了利益为导向 还是为了人本为导向 也 也不是 也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为了利益为导向 呃 在我的 我的感受里头 他是对 呃 对一个整体的环境的不信任 他会对 有一个对大家的不信任在其中 他会有一个更 觉得说是 有一个更深的恐惧 他就是生存的威力 他就觉得放手了就活不下去 就是那个恐惧在起作用 嗯 他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利益 就算是 就比如说 心灵家园 然后麦克老师 然后创建的心灵家园 他也有利益啊 然后我们每个人要生存下去 要活下去 也需要有个人的利益啊 利益跟那个生存本身是不冲突的 还是我们脑袋里头的冲突 哈哈哈 哦 对 对 没错 哈哈哈 对 哈喽 Martin 哈喽 李婷 哈喽 博轩 还有月欣 大家 为我们点赞哟 希望有更 呃 由于我们的这个 推广 呃 心灵家园 金色组织 有更多的联系点 我相信这个 对待 啊 有非常大的价值和会变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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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头有没有断断续续的呢 我听到的每次都 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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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们 听不太清楚 嗯 Martin 你怎么看呢 其实Martin 是一直在践行哦 因为之前Martin他主要是负责一些呃 视觉方面的 对 然后呢 他经常都是呃 一直自己就是呃 以身 做起来 而且都是非常的简单明了 因为觉得跟他共事 哦 不需要很多罪言罪语 嗯 非常的简单 轻松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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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可能我的工作经历不是很多吧 不像 可能不像 呃 很多人可能 呃 在很多大公司 呃 有这些工作的 经历 所以 嗯 当然 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种大厂 或者是说在这种 嗯 公司啊 然后企业里面呆过的一些人 他们肯定是更加熟悉一些流程方面的 呃 这些事物的 呃 但是其实 我发现其实 嗯 虽然我是学美术的 但是并不 就是 但是 艺术 或者是说所谓的文科 文科 呃 的这种 这种 嗯 学历出身的 他并不代表他的理科思维就不行 或者是说他的呃 规划能力不行 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他 都是 怎么说呢 他是文理都兼备的 反而是我们有的时候 嗯 将这样子的一些区分啊 将这种 嗯 就是比如说像学科这样之类的这种区分 太过于 呃 分的太轻了 以至于 很多时候你 你就是感觉两个 两种思维模式就不能融 呃 就是融会贯通 不能去和 和目的去 呃 共同的应用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 嗯 可以打破这样的思维 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创造性的东西 他可以用理性去表达 也可以 就是有一些逻辑性的东西 也可以用艺术性的方式 或者是更灵活的方式去呈现 呃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我 我觉得 嗯 虽然我以前没有做过 过 没有做过 呃这类的 怎么说呢 这种文件的整理啊等等 但是 我感觉我一刚 刚进家园 我就 就是因为 因为 因为呃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很热爱这件事 主要是这个热爱 然后呢 你就呃 很自然的想去了解 这方面的内容 像什么 元宇宙啊 啊 这种很多新的概念啊 对吧 我们以前可能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但自从进了家园 或者是 听麦克老师讲这些东西之后 才开始有真 就是才开始了解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学习 嗯 从来都不管 嗯 然后呢 也不需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 所以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个人 其实都可以掌握很多很多的技能 对吧 而且以前有时候 比如说你以前做的一些工作 你甚至是 在学校里面 做的呃 做的一些社团 做的一些 呃 一些体验和经历 甚至是 呃 回溯到你小学 高中 初中 对吧 比如说你当过什么班长啊 或者是学习委员啊 等等 这是以前的一些经历 他 他潜移默化的 其实就已经 深入到你的体验当中了 或者是你的那个天赋才华当中了 然后你 你只是说再把它激发出来 去 运用在你更热爱的事情上面 你就会做的特别的呃 呃 非常的顺的那种 很顺手的那种感觉 所以 这就是我的一个体验吧 就是 其实也就是很顺其自然的做之 做着自己想做的这些事情 对 心灵家园的这部分 是Martin 你敢为心灵家园设计的 都特别的灵动 嗯 所以你会发现要做的很多的东西 我们看起来都 啊 有一种心流的感觉 就是会开心 啊 然后这种开心情 就像今天看到 然后 我像刚刚Simon也有一直提到 这个青涩组织的话 他不一定是说 因为有些小伙伴 哎 那我就等着组织变化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 我再来猜 那其实不是 他都是从一个个小个体 先做起来 完了 大家组成了一个组织 你 大家每一个个体 能够很好的变革好 其实整个组织非常快 那为什么说 我们这第一个 这是一个人的旅程 这个针对的是高层 因为在国内 现在大多数都是 懂老板文化 上层文化 他们如果没有想要践行的话 由下而上是非常难的 说我们这个 一个人 首先这个是对 说的话 就当你要做这个 定格的话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能不能忍受 比方说你身边的一些顾问说 好像你已经跑偏了 你忘了初心了 你可能跟原来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说 这个是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之前经常听到一些小伙伴说 怎么见 这个无形都看不见摸不着 我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体 能够做起来的话 都会触境组织 对 我学你觉得呢 对 确实就是 就是 就是所谓的就是 我真的觉得 清澈组织跟 我们所提倡的这个赛斯 就是这种灵性的文化 其实它是非常的match 非常的符合 就是 你的心一定要开阔到一定的 一定的高度 一定的经济间 才能去包容所有的一切 对 等于说你在清澈组织 你看到员工犯错了 怎么样 你还要 你会当作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不会是非常紧张 想要去趕快掌控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放手就是 让他去试错 让他去成长 就好像是 你的员工都是你的孩子一样 那种感觉 这样子 那如果老板有这种感觉 带给这些员工 那员工当然就自己 我被信任了 对不对 那我被信任了 我就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发心内心 做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可以去不断的犯错成长 那假如到一定成熟阶段的时候 那这个组织就非常的活跃了 就是说我自己想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做的一定特别认真 那老板就不用担心说 员工会偷懒 会摸鱼 怎么样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我觉得 嗯 其实现在很多的常态 真的很多的员工 他是熬着时间的 他其实很多事情 他已经做完了 但是他为了熬时间 他会把事情 本来可以做一个小时 他就熬两个半小时 可以熬两天 我就聊天 因为他早点做完 他就熬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很多大企业里面 很多人他干的不开心 会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办法自由 因为他如果提前走 那老板就会说 那你都已经早退了 那其他员工怎么看呢 是吧 我不是不想让你走 我也知道你很厉害 很能干 很快把事情做完 但是你没有 你这种作用 会影响到那些年轻的员工啊 是不是 你先走 那别人也想走 那老板就整天来问说 那到底到底谁是真实的 所以这也是他很难践行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 有些人会引起一些内部的季度 为什么老板给他这么大的自由 我为什么就得做那么多事情 所以说我们不得不发现啊 这个文化真的是要从老板这边做起 如果老板你不放开 不敢去允许员工做自己的话 作为底层的员工 他是很难去做的啊 太太多这种消耗性的事情了 包括你看有些员工 他由于自己有一定的职权 他可以把呃 比方说打印的东西啊 拿到拼命的印 那有一些他可能没有这个权利 他心生燃寿啊 你看因为现在很多 我们也知道很多 有时候难免会用到公司的一些资源 但是有的他有权利 他打个一百份没关系 那有的他还得偷偷摸摸 还得关系来博轩 我们两个关系 帮我打一下 不得说 从来都不把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摆在中 甚至有的时候 家里面突发有点事情 自己想要早点走也不敢 也得也得也得说 哎你帮我先打个卡 要不然这个又被记了 没打卡 所以太多这种隐形的小事情 那很多老板他能不知道吗 其实他也知道 但是他宁愿那个睁姿眼 闭姿眼 反正这样子好管理 大家统一 做一个面包也是做 做一百个面包也是做 所以说他就这样子管理 卡感觉很简单 但是这样子你真的是在 磨掉一些人 本来可以给更大的效益 变成让他在这边有办法充分的发挥自己 导致你会发现现在很多老板也担心 有些员工自己厉害了 所以说你觉得这种恶性循环 如果老板愿意 大家现在都成为了一个合伙人 一起来共创 然后东西一起共有 可能你的企业就真的能够长青 而且会变得很大 都很有可能 所以说老板 有时候真的有一个组织和一个人的格局 就这样子很同感 对啊 嗯 说得很好 然后我就想说那一个什么 嗯 对 没有一个团聚或凝聚的力量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然后可以彼此的支持和鼓励和相互的帮助 然后这样子相互的温暖 对 特别特别特别重要 还有就是我想说那个期待那个东西哈 就是这两天的领悟嘛 我就看透了 我就 我发现我满足不了任何人的期待 嗯 就一个人的期待我都满足不了 比如说我妈的 我妈希望我干一个很很体面的工作 然后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让她 让她风风光光的 让她 让她脸上很有面子 然后我就去干了 我去干了之后 我我我我现在还在干 我发现我不喜欢 我发现我很难受 但是我妈每次都过来说好好好 然后呢 我就我就当这事就没发生过 我就说 反正生命嘛 我也我也放开了 我就不想这事了 生命嘛就是尝试的 这件事情也本来原先也是我同意了的 也是我要自己去尝试的 那我就放开手去尝试 然后 结果就是 她跟我的 她跟我整个的 生命的 生命的旅程和生命的 最终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啊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冲突了 他们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 这个过程跟我要去的那个目的地啊 他们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让我很痛苦 现在 然后我又现在又在努力的说是 让我这个 过这个关卡 不让 不让那些痛苦的 周围的痛苦 然后说 太去干扰我自己 我要从中再抽离出来 然后 她这次的时候 比如说是 给她一点 下次的时候再给她一点 我每次的时候都是不定数的哈 我就是 手边 手里边有多少钱 我就拿出来给一点 手里边有多少钱 我就拿出来给一点 就看着这样子随便给 就想给我就给 然后 然后她就是 我就看着她的那个期待啊 上下起伏 上下跌宕起伏 你看我就满足不了她 我永远也满足不了她的期待 然后 我妈希望 我妈希望她做的饭菜很好吃 确实我妈做的也蛮好吃的 但是她一次她就说 我说我吃不了吃不了 她给我当过一盆饺子来 一大盆 她说够你吃两天 两顿了吧 我说我两天都吃不了 她说够你吃两顿了就好了 然后 所以 老板她不会想要去满足很多 满足员工的期待 她没有这种想法 对 普通人嘛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 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我们希望会说是去满足身边人的期待 我们普通人 对她老板也会有自己的亲属的呀 她如果身边有一个 比如说是有一个伴侣 或者是 父母 或者是一个孩子 她的欲望很大的话 是一个空洞的话 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 那她无形中就会被操控啊 对 我觉得 其实 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那别人做好别人 嗯 然后大家有经验 不然超过在 好嘞好嘞 可以继续 欢迎一恒 如果有小伙伴要联盖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我们今天是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这一本 重塑组织 它有那个插画精简版 还有一本比较厚一点的 另外杭州这方面 也有很多的一些公众号 有在推广 那我们 接下来心灵家园这边 看也会慢慢的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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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航哥 晚上好 哈哈 哈哈 在的活跃分子 啊 活跃分子 是 欢迎 我们 好的 画开我们的 画开我们的 画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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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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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ava 哈喽 東嶺哥也在 來來來來 哇這個是大元的杭州的線下社群 現在他們也在推廣 嗨 東嶺哥 嗨 大元現在各地啊 全世界各地都一直有越來越多的地下社群 開始能夠去開展很多的活動 未來呢我相信大家可以 世界的心靈家園度過自己一些美好的時光 嗨 來東嶺哥說兩句話 楊 你們繼續 好的 辛苦大家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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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澀飯師 沒有 我身邊的人都是老闆文化 都是上級啊下級 因為確實就是那個 首先大家都是以經濟為核心嘛 你知道放下經濟這一塊去搞這種精神類的 確實有的時候 可能他們的那個程度還沒到吧 是 但是但凡進行過的人會 會能夠去堅持的我在想 就是一旦你有走進去之後 我相信他會有非常強的意願 一直去推廣 去做起來 對 嗯 然後交流的嗎 就是關於我們今天這是一個人的旅途 嗯 是針對我們的那個高層的領導的一些建議 沿途洞見這個視頻有 好像博學好像有七十幾集是吧 嗯 非常多集 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品嘗 哈哈哈哈 因為就是大家如果能夠沿著這個順序 因為他每一部分的視頻針對是不同對象 但是一開始他就已經就是 有先針對這個領導啊 另外再接下來會有針對一些 教練啊或者一些流程啊 他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建議 所以說可以很好的實行起來 但是如果要決定要走上這個 青澀飯事的話 是建議要準備好 因為你就開始要做一個所謂的全人 哈哈 對 對 對 就是你要把組織比喻成一個生命體 你要像就像是你的自己的器官啊 血液啊會自己流動一樣 你沒辦法操控你的血液怎麼流嗎 對 你就要打造出這個這樣的系統這樣 然後大家都是沒有階級的 然後大家可以很快樂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也不怕受傷不怕跌倒 對對 那同時呢 還要顧慮到這個經濟的這個問題嘛 這就是這個可能是青澀組織最初期 會比較難一點的框卡 對不對 這可能也是老闆他不願意去 不願意去嘗試的這個部分 就覺得我這個我生存都可能有一點問題的 我還跟你搞這些精神類的東西 這是有非常大的挑戰 有一些小夥伴有想要臉麦的 像我們很多一些認識的小夥伴 如果你們對這一塊有感興趣的話 都可以直接來跟我們工作 Micky Micky有空嗎 之前Micky也是跟我們就是去年有做了很多的研討 如果想要就是交流一下 好的 接通 嗯 歡迎樂逍遙 老師好 您好您好 您好 您好 在開車嗎 對啊您背景 由於工作我盡量短一點互動一下 老師我們可以加入學習的那個 學習的那個 那要說您是 我能不能加入你那個學習的那個 學習的那個 學習的那個 學習 那您有沒有想法 我想一下我想說的吧 啊 剛才聽了那個老師的講 講這個 他說了一個啥呢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被自己的認知限制 限制在自己的認知世界裡 他這個話說的對吧 我感覺他也對 可是人要提升和進步的話 你就要把所有的限制都打破 而所有的限制其實都是我們的執著 當你執著在我的標準的世界裡的時候 你就無法打破限制 而你打破不了限制 你就無法走出前途無限的人生 我就分享這麼多吧 因為我在工作 好的好的 謝謝您 好謝謝 謝謝 剛剛蕭蕭老師說的 這個 因為是你的聲音有點會斷斷續續 所以有時候會聽不太到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聲音 好的 好的 如果有不行 你跟我說一下 好 這個網絡有一點點差了一點 對 剛剛那個逍遙講的那個 你覺得 限制嗎 對我覺得 確實就是有時候人的限制 真的是 它是 你說想要突破它 它確實是有一點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能把它 都突破的話 就像他說的 就是可以 可以擁有一個非常美好的人生 這個我真的非常認同 但是關於要怎麼突破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時間去 慢慢去累積的 這是我的想法 這個是 就是大家還是要有勇氣 就是每個人其實在自己職業的過程當中 包括自己在不斷的 都會有一些困惑 但是相信 你看我們有這麼多同屏的小夥伴 都不用太擔心 對 好的 那今天不知道還有沒有小夥伴想要交流這個 關於這是一個人的旅途 這個是重塑組織 建議大家可以去網上購買 重塑組織的一個 它有一個插畫 精簡版 還有一本比較厚一些的 大家都可以一起來 研習 學習 交流 那我們已經践行了 有一年多了 在一些方式方法上 內核上 都有一些心得 希望也跟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分享 好嗎 剛剛 我都刻意要把聲音說得很大聲 對 就可能有點 有點 中間有一段會不見 然後你就要猜想說 嗯 你應該是說這樣的話 那還是會這樣 還是會 還是會 你剛剛就有一點 那可能 感覺好像信號 可能是 不是非常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研討到這了 我們是每週二晚上八點到九點 嗯 那 如果要再聯麥交流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嗯 嗯 是的 如果有小夥伴還要聯麥的話 嗯 可以 加油 嗯 我現在說說說話聲音還會嗎 那不會不會 那不會 哦 有小夥伴要跟我們互動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有未盡 哈哈 我本來是想 我還是想是你視頻聯麥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 那我 可以 啊 那我給你 你再重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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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和柏軒安來說 哦 你好你好 柏軒安 嗨 哈哈哈哈 我們看三個東西 再商量我們很希望你來大陸 哦其實我有計劃說想要來過去 見識一下那樣子 其實我有這個打算 然後現在目前還在 我今天要鼓勵博宣 我說你一定要去那個 線下社區 我說 哈哈哈哈 你說的非常好 就是 柏軒安我們剛才已經把你的搭檔給你找好了 啊 什麼搭檔 什麼搭檔 這 叫誰 叫艾瑪 哦 艾瑪 艾瑪我們當時就是一起在做那個 夢劇場 對 艾瑪是做創意的 她是做劇本沙的創意的 然後柏軒安你和艾瑪搭檔 我們希望你來華東 不是要不要去深圳 你可以去深圳旅遊 但是我希望你在杭州來做 然後我們會把你打造成什麼樣呢 首先第一個你的受眾是大學生 我希望你進高校 去給大家講這個青色組織啊 或者是組織 再造 就是你未來的職業怎麼規劃 你不是進入一個橙色組織去做事情 你要把你的創意做出來 那麼你要把這個理念在 它上大學階段 就給他們去講 因為我們這種管道是很暢通的 像浙大 然後航師大 浙工大 航主電子科技大學啊 中國計量學院啊 就一個高校一個高校去講 然後講的同時 你就把它做成 相應的動畫 所以你有自己的IP 你和艾瑪來做IP 你的IP就是重塑組織的IP 是讀書一致的 是我們原創的 完了我們的全國去推 我們的全國去推 不是說我們 讓你來觀光的 是過來幹活的 哈哈哈哈 哦 博宣已經做好準備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問一下博宣 你是文憑是本科還是碩士 我大學 本科是吧 本科本科 那你肯定是要在台灣 或者在哪裡 用兩年的時間去拿一個碩士 然後我給你在韓州能弄到 政府補簽三五百萬 就可以作為你的創業基金 哦 對因為大陸對這個政策是很通的 就對於他碩士以上 碩士以上 或者說你拉一個台灣你的同學啊 比如他是碩士或者博士 但他其實可能不一定來大陸的 但是我們就拿 就他和你一起來創立這個方向 完了我們既有政府的官方的資金支持 然後同時我們又有自己的創意 然後又有合作夥伴埃馬 包括東嶺哥這些 我們未來 啊 重塑 一個大IP 嗯 有沒有興趣啊 你絕對比路人斯的這個7點高的 啊 有興趣 趕緊 過海 過來 哈哈哈哈 感觉不错感觉不错 有点surprise 太惊喜 你看我们是不是真的非常同频 我早上还在跟博轩讲这个事情 我说你一定要去不要再 那博轩他还在犹豫犹豫 没想到你看一恒哥 现在又来给你加了罚马 所以不用怀疑 真的 就是我今天我们在 因为我们今天我跟东岭哥 我们开了一天会嘛 因为韩州社区下面要大 就是我们心灵家人的很多项目 可能从韩州开始孵化的 那我们今天开了一天会 在谈这些问题 那我们也谈了就说大家 赛斯的比如说许天胜 那我觉得因为许天胜 我非常关注的 包括我们台湾的Code这些 我们都非常关注的 就他是怎么动向 那我觉得许天胜的 确实为赛斯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他在台湾他真的浪费了 因为他最近任命的一些人啊 然后在做直播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他的能量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因为台湾确实还是太小了 就你可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受限的 但你在这个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去发展的时候 往往你就把自己的能量屏蔽掉了 嗯 你只有这么一点能量 实际上不是的 所以一定要走出来 一定要到大陆来 那大陆对台湾是优惠的哦 我刚刚听到那个三五百万就真的蛮优惠的 太大了 这三五百万就不要你 不要你承担任何责任的 哦 他对你 就是有些考核要求 但这个都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我们一起来 因为我们做的是真实的事情啊 更不用说很多骗子 台湾很多 很多这些 拿着文凭到大陆来做事情的 他其实根本就没做 他申请了项目 然后拿了这些钱就走了 嗯 也很多 那就说我们要利用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是个灵性社会嘛 对吧 特别是像我们青涩组织 或者说重塑组织 嗯 这样 对整个社会 它是一个正能量 就你讲赛斯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感觉 但是你如果说 讲重塑组织 很多人都有兴趣 对 那你要从哪里做呢 不是说 去面向一个成熟的企业去讲 因为成熟企业的话 它 比较急功近利的 它希望马上就产生效益的 而这样一个组织 它需要时间的 那从哪里做呢 你从 学生 还没有进入社会的人 对他们 就让他们能够思想启蒙 就是你不是说 被当做一个螺丝钉 安在一个企业里面 而是你把自己的光 怎么能发挥出来 最好它变成我们公司的员工 变成我们青涩组织的员工 就从中间 比方你讲一堂课出来 能跟我们招募 比方讲一千个人 你还对着一千个人讲 完了以后 他有十个人说 博轩我们就跟你走了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那我就成功了 加油 我先 大阳过海过来 我首先我要抓一个 寿司生过来 或者是 或者是要自己 你不要担心 你拉一个你的同学 或者在台湾的人 他可以和你过来一段时间 比如他一年中间 只要过来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就行了 因为他的名义来做 他就真的做 是你来做 明白吗 嗯 OK 我去计划计划 对 好了 宗领哥 汇报一下 宗领哥 博轩已经 欢迎你啊 哦 欢迎你 我看到你的信息 都没有来得及 但是 来这里发展 一定比在台湾 好 还好 加油 加油 幸好不好吗 那就是 打游戏 一定还不错 他们出场 是不是 是不是有言 有点言 有点言 好 那就这样吧 我听不听 月鑫说的 月鑫啊 听不听 我们也听不听 你们讲什么 有点卡 信号不好 我们这里信号不好 不要打扰他们 让他们说 拜拜 拜拜 好像 我觉得是 到他那边 信号就不好 哦 对 我只要坐在沙发上 信号就好 他职场 职场太 那就好的 多明 你保地 我再重复一遍 你一定要来 不要犹豫 一定要来 又卡了 你那能量太足了 真的吗 没问题 又卡了 又卡了 我怎么 好神奇 又卡了 也是有点 吃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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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下可以再聊 那我们今天星期一 星期二 一个人的内在的一个 我们今天的研讨也差不多就到这了 下周晚我们再 如果有什么问题都欢迎在 新宁家园的我们的社群里面 来做一些互动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黄轩 好 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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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